大家好 我是丁超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今天指數是盤中是有一度回檔 大概超過200點 這是非常正常的 這個像昨天盤中的回檔 後來又在收高 跟今天開低 回檔 收小跌點 這就都是正常的 因為不可能跟禮拜三一樣 我在節目中已經講過 你不可能每一天都漲500多點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禮拜三這一天新春開紅盤 它是一個宣洩性的一個 應該說一個報復性的買盤 就是在美國股市開盤期間 台北股市是修飾的 所以在一天裡面 就可以把價格反映完畢 把大部分的股票 不是說所有股票 當然有些股票一直跳空漲停板 那表示說禮拜三 禮拜三直接手漲停板 跳空漲停板 那它會延續動作 但是大部分的股票都不會這樣 我們看台積電就知道了 你看台積電 這是禮拜三 禮拜三的台積電是不是 有超過10萬張的成交量 那這一天的買賣動作 會在這邊完成 那隔天會漲會跌不一定 隔天會漲會跌你要看美國股市 你要看美國股市 它的一個動作 我講過美國股市剛好在我們 農曆休假期間 美國股市大漲 那我們開盤之後 剛好碰到美國股市跌 應該說剛好碰到美國股市在修正 所以你當然不可能持續漲 那當然大家也知道說 報股過年對不對 這個我跟各位講 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報股過年你不是報紙數過年的 你不一定對 就算報紙數過年的 你是做多期貨的 那當然美國股市大漲 在休市期間美國股市大漲 你禮拜一當然是賺錢 沒有錯吧 但是你報股票不一定 我在今天盤中講過 我在Telegram講過 如果你報這檔股票 那很麻煩 為什麼我要提鴻海 因為鴻海是個咖 大股票 而且是全三大全市股 如果我提那些小型股票 或者是成交量很低的 那沒有代表意義 我只是告訴你 你報股過年 很多人報股到鴻海 甚至鴻海集團股 其實沒有什麼好處 禮拜一 禮拜三 應該說禮拜三 大盤漲這麼多 漲五百多點 大盤漲五百多點 那昨天是曾經一度 盤中一度有翻黑 後來收高 那今天盤中 曾經跌兩百多點 收盤是沒有漲 但是是縮小跌點 那為什麼今天要 要防守在這個地方呢 為什麼不能 這個是複盤 你看也知道 16211 這絕對是複盤 有人不讓它跌 就不希望讓它跌破這裡 16197 這再跌一下就過了 就破16197 再跌十幾點就沒了 如果沒有把台積電 在這邊把它穩住 647塊穩住它 你看這個是複盤 複盤才會亮縮嘛 想也知道 如果沒有讓台積電 手穩在647塊 讓它回補這個缺口 那這個大盤就下來了 就會下來了 所以這盤中裡面 你會看得很清楚 是複盤 是官股在複盤 不是外資在複盤 外資沒必要複盤 因為美國股市跌 外資就一定賣股票 保證賣了 那所以說 它會在第一 禮拜三做了一個動作出來以後 禮拜三 禮拜三大家都亂漲 禮拜四就不一定 但是還是有些股票一直漲 那這個跟大盤沒有關係 這個完全無關 你不要 這個都沒有辦法討論的 這個跟是主力股 這主力在手馬的股票 它跟大盤是無關的 了解我意思嗎 那禮拜三它漲停板 禮拜四它就是要漲 它其實在封關以前就漲了 這個是跟大盤無關的 我們講的現在是大部分 正常走勢的股票 那對於少數的一些標股 那沒辦法解釋 所以今天大盤回撤正不正常 那為什麼要正常 因為美國股市也在回撤 那美國股市現在回撤到 上升的月經線 月經線扣底值在這裡 所以它還是比它低 所以它還能夠防守住 美國股市這一次 以科技股來講 它能不能再防守 防守住這個上升的月經線 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預設立場 像這裡回撤就是 回到上升的月經線 月經線 那這一次也是月經線 對不對 這是短多的經線 這條線是短多的經線 它也是一樣 它曾經跌破了上升的月經線 那後來又扯上來 那又回撤到十日線 對不對 這些股票你會看到很清楚 那這個傳統產業股 也不是全部傳統產業股 因為它大部分很多都是傳統產業股 所以它左市沒有科技股這麼強 它回撤到上升的基金線 這個也是到基金線 就如同這個到基金線一樣 你看OTC在過年前是不是最弱勢 因為它沒有台積電 沒有台積電把它頂住 台積電頂在這個月線 所以大盤在月線 那這裡沒有台積電 所以它打得到季線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你會發現這三天時間裡面 其實漲幅最大的 並不是這個全值股 並不是 例如像鴻海就沒漲 連發科也幾乎是不動 反而是中小股 反而是生技股 等於是補漲 等於是補漲 所以投資朋友你看到股票 有時候我是這樣講 有時候你看到股票今天走勢很弱 不一定明天一定會這樣子 因為現在股票是比較複雜 沒有那麼簡單 例如說這樣好了 我今天輝文台天先生講過 我們看望虹 望虹禮拜三其實它是開高走低 看起來人家大盤漲了500多點 它並沒有什麼特別漲 可是它禮拜四就漲200 今天就反而盤中翻黑以後又翻紅 對不對 那華邦電也是一樣 這一天不怎麼樣 昨天漲停板 今天是抗跌沒有錯 那這兩檔股票呢 這兩檔股票 今天反而盤中走勢沒有那麼好 反而變這一檔股票 這都是記憶體的 我講的全部都是同一個類股的記憶體 你看 南亞科反而在補漲 禮拜一禮拜二它不怎麼樣 那這檔股票呢 威剛也是一樣 禮拜一禮拜二是有漲 但是它沒有特別強 那今天 也漲起來了 或者是這一檔股票它是比較強 這時候全部都是記憶體 它是連續上連續三天都很強 所以你們發現同一個類股裡面 外資是在做套利 華邦店旺宏漲漲 反而威剛跟南亞科它並沒有特別表現 那今天南亞科跟威剛漲漲起來 欸 旺宏跟華邦店反而拉回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套利的教股策略 這個就是套利的教育策略 所以我在這個Telegram裡面有講到 我也講到金元代工 所謂金元代工 我們台灣比較出名的就是四檔股票 一檔是台積電 聯電 另外就是利基電跟世界先進 外資也是在做套利 那套利為什麼要套利 因為這是外資的操作策略原則 這很簡單 這個東西你應該要了解 也就是說其實外資有時候 他們做法是這樣 他們看好 例如說像這樣好了 我先講面板 外資如果看好面板 不可能說看好友達 不看好群創 或者是看好群創 不看好財經友達 不會 一定是全面看好 那全面看好 可是有時候動作不一致 有時候會買友達賣群創 有時候買群創賣友達 賣財經 不一定喔 這個你都了解 但是它的方向是一致的 例如說這樣子 它的方向是會一致的 例如說這樣漲起來 這幾天 禮拜三禮拜四不怎麼樣 今天慢慢的有 稍微有一點補漲 情創也是一樣 財經也是一樣 對不對 是這樣子 那對於金元代工股也是這樣做 例如說它 最近它並沒有 外資來講 它只有禮拜一 例如說像這個禮拜 應該說這天禮拜三 禮拜三它有買聯電 禮拜四它就沒有買聯電了 那今天當然還沒有 還不知道 但是我想今天應該聯電也不會怎麼買 了解我意思嗎 那世界先進也是一樣 它這幾天反而在賣世界先進 禮拜三反而賣世界先進 那這邊反而大買一萬張 那這邊反而賣 台積電也是一樣 對不對 這天有買台積電 八千多張而已 那昨天是賣 今天一定是更賣 那立基電呢 立基電這因為是新貴的 所以看不到外資的資料 那新貴的這個立基電 它是連續買三天 今天一定又是買的 連續買三天 但是這個過程裡面 它們的方向是一致的 那有時候在這個階段裡面 它不是每一天都在買立基電 它有時候買聯電 有時候買世界先進 它就是換來換去叫做套利 所以套利的行為 在一個同一個類股裡面 常常發生 例如說我剛剛舉例的 你看它有打群創跟財經 它的動作不一定一定 不一定一致 有時候是買超有時候是賣超 但是它方向是一樣的 晶圓代工也是一樣 那既然是一樣 為什麼立基電漲這麼快 那反而聯電跟世界先進 跟台積電幾乎是站著不動呢 這個就是套利 那只要立基電上來以後 表示外資它是先加碼立基電 它再做一個調整的策略 它接下來它就會回補聯電 世界先進跟台積電 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就是 為什麼我建議 今天禮拜五 為什麼我建議說 如果你在這個過年以前 沒有報股過年 其實沒有不對 那只是不願意付風險而已 報股過年沒有比較厲害 你如果報到這個 我跟你講 報股過年 你看到美國股市大漲 台北股市禮拜一漲 禮拜三漲五百多點 昨天也漲 你如果報到這個 我跟各位講 你會很痛苦的 我沒有騙你 你會很痛苦的 為什麼 因為它畢竟是個咖 結果呢 人家禮拜五 禮拜三 禮拜三大漲 它盤中就已經是跌了 你看這個是上個禮 2月5號的封關 113.5 2月17號它曾經跌一塊 最後是勉強收起來漲五毛 你看走勢這樣子 那昨天 大盤還在漲 結果它就已經翻黑了 那今天大盤 盤中跌了兩百多點 有的股票也還在漲 那有的股票甚至抗跌 它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你從上個禮拜 應該說上上禮拜 2月5號 報股過年的話 到今天 還賠錢耶 你報到這種股票來講 叫做厲害嗎 所以我跟各位講 報股過年 對我來講 那叫賭博 那沒有叫厲害 那只是賭運氣而已 就像2020年你報股過年 新春開紅盤就跌700多點了 那今年2021年 報股過年是漲500多點 沒有錯啊 但是這個都是賭博 對我來講那個叫賭博 那我們只是要不要冒這個風險而已 那我講過啊 你沒有報股過年 你還是很好處理啊 你盤中 你這個 禮拜三開盤以後 很多股票都可以買啊 很多股票也是從禮拜三 開始漲起來的 甚至有的股票今天才漲 有的昨天才漲 所以買賣的時機 其實不是 我們不是買那個指數 我們是買股票 我們是買股票 我們是要選擇股票 什麼時候應該要切入 然後我們避開了風險以後 重新操作的時候 你要操作什麼股票 這個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說 利基電三天是飆漲 幾乎是漲了40% 三天啊 因為它是新貴 它沒有漲跌幅限制嘛 所以它跑了 人家三天漲30% 它可以漲40% 那聯電世界先進 這幾天都沒有漲 到底會不會補漲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答幾位 謝謝 謝謝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歡迎回到節目下 我是丁超 所以我跟各位講 就是操作就是技術面 很多人一直講基本面很好 講那個跟操作無關 我可以跟你講 股票漲起來 你怎麼講基本面很好都對 你怎麼包裝它都對 股票跌下去 你講基本面很好沒有用 還是跌了 所以基本面它是一個趨勢的問題 它是要表現在未來 有些人說股票最終 股票價格最終會反映基本面 沒有錯啊 那如果未來基本面變差呢 你現在預估半年以後 一年以後 這檔公司的營收報告EPS 那必須要隨時調整 那如果經過三個月以後 那產生了其他的問題 難道基本面就沒有變嗎 所以股票 有的人跟你講說你現在買股票 它會反映到未來的基本面 這句話沒有水準 水準不太夠啊 因為基本面會變啊 你未來不知道的基本面怎麼不會變 何況是過去的基本面 根本沒有參考期 例如說像今天好了 我現在沒有在批評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今天不是 這是做IP的吧 IC設計股 跑到最高跑到一千塊 那你說合不合理 我現在不要跟你講EPS多少 不要講過去EPS 因為講過去EPS都是太貴 我們評估這種公司 都是評估今年跟明年跟後年 所以它因為它爆發性的成長 世新是會爆發性的成長 所以它不是用去年獲利多少 來算它本益比 要用今年明年跟後年 我也是有時候報告都是一年就三年 三年的報告出來 不然台積電為什麼可以調升到那麼高 就是台積電的未來 今年會22到23塊 去年是不到20塊 那接下來台積電就會往30塊跑 比如說明年它會到25塊 那後年就去到30塊 那聯發科也是一樣 去年也不過才賺的錢 也才賺了26塊 前年才賺13塊 那今年聯發科就可以跑到40塊 是這樣算出來的 不是說用過去的 用過去沒有用 所以我為什麼說世新今天 它為什麼會拉回 很簡單嘛 因為 比它更優秀的股票沒有上一千啊 那你怎麼可以上一千 這兩股票都沒有一千塊都站不穩 那你世新 我講難聽一點 你憑什麼站一千 你有比聯發科好嗎 一樣是IC設計公司有比聯發科好嗎 應該是沒有吧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跑得太快的公司 它當然這個是做IP 它不是說沒有這個價值 只是說它跑得太快 它必須要等聯發科 我可以跟各位講 所以我們在IC設計股的操作上 一定要看聯發科 那聯發科現在目前來講 它沒有攻擊盤 所以它有機會回測到上升月線來 所以我認為說你要買這個股票 回測下來量收的時候再來買 那這個會跌的話 這個一定會回 這些公司一定會回下來 因為沒有人比聯發科更好 IC設計股就是聯發科 那你說當然 當然你說這種股票它跑太快 你看它也回 難道這個獲利不好嗎 太優秀了 兩千多塊的公司怎麼會不好 你看這幾天 報股過年一定對 你看報股過年 那年跌三天 還跌到季線 你看這種股票 難道這些股票都 價格都不會輸給聯發科 那反而這種股票在補漲 為什麼 股票是這麼奇妙嘛 你這個股票市場 你它如果沒有補漲上來 那被它追到還得了 它也沒有比大力光電優秀 可是它也到三千了 它很優秀 但是沒有比大力光電優秀 那你認為合理嗎 你認為它到三千 那它都不動了這樣合理嗎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我的測標寫得很清楚 你報股過年不一定對 但是不研究這個 因為已經是開盤到第三天了 新春開盤到第三天 我跟你講你報這個公司 你會心裡會很難過 我沒有騙你 而且以鴻海這個走勢來看的話 很危險 我可以跟你講非常危險 這個美國股市如果走勢不好 尤其是美國現在目前 蘋果電腦的走勢 真的是不太理想 你也知道 蘋果電腦 那這種平蓋股有相關的股票 這種股票走勢很差 那你如果美國股市不好的話 它直接會跳扣緊線 會灌壓下來 會直接到季線來 我們用技術分析來看 我們沒有打壓它的意思 我沒有打壓它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報股過年不見得對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看的是指數 那你台積電會 台積電這個地方 我們是看大盤會不會回來 這個地方 上升月經線或是時日經線 其實這個機會是很大的 我可以跟你講 這個機會真的很大 下禮拜真的有這個機會 為什麼 因為我看起來台積電好像會回 而且紅海也要回 這個好像還沒有調整完畢 所以這三檔全值股 它都沒有辦法調整完畢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有辦法告訴你說 每天要漲500點 所以我不是告訴各位 你不用急嘛 你買股票可以 有錢不怕買不到 就怕買來套啊 我們也帶會員去買股票沒有錯 可是我是買得非常的慢 動作非常的慢 我沒有很快 你為什麼 因為明明知道大盤要大家回 為什麼我要闖進去 為什麼我要買滿檔 不要啊 我們分批來買 那等到下禮拜又回撤下來 大盤回撤下來 我們就可以再找到 新股票的這個買點出來了嘛 了解我意思嗎 那我為什麼今天先獎勵積電 這個是我在過年前一直在推薦的股票 我說台積電聯電 世界先進 這些股票 當然它最主要新聞都是在車用的晶片 這個不用講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只是告訴你 台積電的價格 台積電今年的獲利 我們評估出來 22到23塊 應該就23塊左右 這檔公司的獲利去年是2塊4 今年絕對是超過 那這樣子的話 價格應該要到達台積電 10分之以上才對 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聯電偏低 聯電價格偏低 那你世界先進更是偏低 因為世界先進它 它今年獲利會到4塊半以上 而且它毛利相當高 我跟各位講這幾檔公司裡面 毛利就是 原本它是第二名 那現在是 因為利基電這邊看不到資料 利基電現在已經超過4成 也其實聯電的毛利是最低的 台積電是最高的 這個我都 跟這個都很清楚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如果以世界先進的價格來講 它的價格也是偏低 因為它的價格 我在Telegram已經講過 它應該是要台積電的幾分之一才對 那這檔股票為什麼要超車 因為它在新貴 它新貴的話 它的買賣會比較活潑 你不要以為這個股票是小股票 這是310億的股票 這一天的成交量是60億台幣 昨天是80億 今天也是五六十億台幣 這個是大股票 這個是很大的股票 這十幾萬張 不是開玩笑的 為什麼 因為外資 因為它一樣是晶圓代工 那利基電 聯電 世界先進台積電 誰比較好 都很好 每一檔股票都很好 那測用晶片裡面 不管是微控制器 MCU或是MMS 就是微基電 或者是功力的元件 影像感測器的IC晶片 或者是驅動IC晶片 全部都是要用到 用8吋廠去做就可以了 其實台積電它不屑於接這個單子 台積電在之前 它測用晶片接的就很少 所以大部分的訂單 都會湧向這三家 尤其是有8吋廠的 那聯電世界先進 利基電力都是有8吋廠 全部都是塞滿 單子都塞滿 不是滿載 是超過 它都要優化工程 跟氣瓶景 才有辦法拉高100%以上 現在拼的是拼到103%以上 是要加班趕工的 這些東西在過年前我都講過了 大家也都知道 只是大家不相信而已 好 那現在目前來講 這張股票畢竟還沒漲 或者是它畢竟還沒漲 那它又回撤了上升的月經線 是不是剛好一個買點 那聯電這個地方來講 它今天其實它走勢還比台積電還強 因為它禮拜三的低點它就沒有跌破 台積電還跌破 所以我要講的不是台積電 我最主要講的是聯電跟世界先進 還有利基電 那這張股票它連標三天 三天時間裡面你看去 2月5號收盤是509 今天是標到708 將近三成 所以這張股票跟這張股票會不會補漲 鐵定會 除非有一點不會漲 台積電崩盤 台積電600塊守不住 除非台積電可以回 可以修正 對這三檔股票都沒有影響 如果台積電崩盤 那當然我講的就是都不算了 你了解一次台積電崩盤 大盤就崩盤了嘛 那所以說利基電漲起來合不合理 漲到70塊合不合理 合理 因為利基電今年的獲利跟毛利它提升 它可能會超過聯電的獲利 所以利基電超車聯電是正常的 利基電的股票價格超車聯電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用按照套利的行為 交易策略來看的話 外資即將在下禮拜以後 回補聯電跟世界先進 所以我提供給這樣一個參考 那我們的操作當然就是往這個地方走 我在過年前也告訴你 我們是看好利基電 世界先進 聯電 這些這個經營代工公司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可以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或者是加入會員 跟這個我們一起同步操作 那也可以加入Telegram 193008 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來收看 下週見 下週見